《小男孩》 他将小男生上课的衣服都烧毁了,把妈妈买给小男孩的脚踏车也用榔头砸成一团烂铁,但小男孩唯一在乎的是学校的同学看到他身上的淤青与伤痕而嘲笑他。 小男生从小就很爱幻想,爸爸用钉耙把木头墙壁砸成一个一个的洞,在阴暗的客厅四周,阳光从洞里穿透出的一道道光束,小男孩觉得真美。 夜里,在四周被父亲用锁链锁上的房间里,小男孩被迫睡在父亲床边的地板上,爸爸拿着比拳头还大的狼头,每隔几秒就在铁床的周围用力地敲打。 起初小男孩很害怕,眼睛闭得紧紧的,生怕一不小心爸爸的狼头就会朝着他的头砸下去。 后来邻居受不了就跑过来大声地斥责,但看到父亲可怕的模样就纷纷地跑掉了。 小男生此时心想那怕父亲能离开几秒钟去应付其他人,就这么几秒钟也好,他也能够得到一丝丝的平静,此时他不禁微笑了起来。 边岸,这样的微笑后来成为了狂笑,过年到了,被父亲饿了七天的他将冰箱里仅存的一包味增煮成汤分给妹妹喝。 这七天之中,小男孩只记得吃过一颗荷包蛋及到菜园偷来的一些蔬菜,喝完汤后,在绝望之余,父亲突然丢了五百元给他。 小男孩高兴极了,赶快拉着小五岁的妹妹,并告诉他哥哥要到市场买很多好东西煮给妹妹吃,妹妹高兴地拉着哥哥的手并望着他。 突然间,哥哥捂着肚子蹲了下去然后吐出了一坨绿色的粘稠液体,胆汁,当人体饿了很久的时候就会吐出的液体,妹妹在惊吓之中一直呼喊着哥哥的名字。 后来哥哥慢慢地站起来,并安慰妹妹没事,小男孩强打得精神微笑地对妹妹说,走吧,哥哥要带你去买好吃的东西。 在偌大的市场里,小男孩尽可能地用最低的价钱买了许多想吃的东西,有咸水鸡,烧辣,鸡蛋等等,市场的摊贩阿姨们早就认得这位小男孩。 只要来买东西,就会多塞几块肉给他,小男孩和妹妹满足着走在回家的河滨相视而笑,夕阳云辉照应在缓缓的淡水河中将小男孩跟妹妹的笑容衬托得更灿烂了呢? PS,这位小男生在长大后变成了充满愤怒的青年,唯一的希望就是父亲赶快死掉。 他三十岁在美国念书时遇到了一位真正爱他的人,而改变了他的一生。 几天几年,才能等到回从前,几个画面,又是一场沮丧。 几天几年,几天几年,走多远才不想念,是烟花吧,那一个才是大海。 几天几年,才能等到回从前,几天几年,才能等到回从前。 几天几年,几天几年,才能等到生存的时候, 哪一个才是答案 心照不学 何必问谁先喜欢 也许容眠 可以苦老时间 像对屋檐 红的是谁的眼圈 纷纷扰扰 多难了都是云烟 说相见 不相见 心有所远 再平凡也不孤单 说不散 不怕岁月 是他安静的天 女的天都是明天 爱哭是安静 不住一地船 说不见 说不见 却只剩下 却只剩沉默 陪伴 说不散 不怕岁月 是他 我的手 你的眼 一样的天 一样温暖 一样温暖 山梦 还是 患不回忆 一瞬间 几天 几天 几天几年 几天几年 这才是大海 这才是大海 中文字幕志愿 多谢观看 感谢观看